大家好 今天要來開箱新買的雪靴 因為密西根大概11月就會開始下雪 一直到4月都還是有可能有雪 大概半年都很冷這樣子 所以一雙可以走在雪地裡面的鞋子是非常重要的 有蠻多學長姐都說沒有必要買真正的雪靴 因為很厚重不好走 那冬天待在室外的時間又很短 到室內有短氣的話就會太熱受不了了 所以買防水跟止滑的靴子就可以了 因此我的三雙靴子都不是很保暖 想要保暖的話就會再加厚襪子 像這一雙是King的登山靴 防水止滑又耐脹出門玩很好用 然後這兩雙呢是Timberland的短靴跟Eco的皮靴 都是以外觀為主都沒有很保暖 那前陣子去冬天露營的時候腳就給它冷到了 所以一回來就開始物色雪靴 這個冬天很有可能會從事不少戶外活動 在-10度的戶外待很久 腳趾真的是會給它動到 以為要截肢了 穿了兩層牙毛襪都不夠 然後我就熊熊的想起 有朋友之前推薦我Soreal這個牌子 我香巴勞本來沒有聽過 Soreal是一個加拿大的雪靴牌子 剛好有一個不錯看的靴款 正在大特價大四折這樣子 就爽滑了 那我們就開始開箱吧 你看它的牌子是一個北極胸可愛 為了能夠穿進兩層厚襪子 我特地買了大半號 所以還蠻好穿進去的 來近距離看一下 第一支挑戰淺色系的靴子 其實有點害怕顏色會太亮 不過實際看到顏色還蠻好看的 剛好今天有點小積雪 那我們等一下就出門來實測看看 今天來實測我新買的雪靴 都雪地輕鬆自如 玩了這麼久都不會冷 現在有點冷了 但現在已經就是出門兩個小時至少晚了 它的缺點是有一點摸腳 其他都OK 為什麼一直滾都是橢圓啊 因為你都好嗎 你的也太橢圓了吧 我應該要滾這個方向 我想說它這邊沒有雪 我應該要滾這個方向啊 好像在抱小孩喔 它一直在掉東西下來 它一直在掉東西下來 就是要把它緊實 它變融化變成小冰塊 它找到雪人就走了 這樣眼睛怎麼辦 找個石頭吧 所以你最好是找得到石頭啊 放上它的頭 放上它的頭 欸 蠻重的欸 它跌得住了 它感覺會滑下來 會不會掉下來 欸 好恐怖喔 它的身體有點瘦 你只是在看你拿個叫你雪嗎 可以嗎 欸 好可怕喔 好像變成保利球 好可怕喔 我覺得 應該先拿下來 先把鼻子嘴巴那些 先弄頭 再撞上頭 這個 有點微 好可怕喔 帽子要給它戴 它的圍巾也可以給它 好 為什麼它頭好笑喔 有正嗎 沒有 你的左邊高一點點 然後它這樣子 對對對 好好好 這樣就可以 會掉嗎 就是它 要把它扭挺 好好好 好好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